大家好 这里是华苗娱乐 我是小编 今儿小编跟大叫唠唠 谢霆锋、王菲、张柏芝 哈哈 谢霆锋、王菲、张柏芝 可是娱乐圈 关系最复杂的三个人了 小编在很多年前 就听说过 他们的一些事 目前有很多事 就跟这个谜一样 比如谢霆锋和王菲 啥时候能结婚呢? 然后就是 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 父亲是谁呢? 一个个谜团 不知道啥时候能解开 近日这个 于稷猪皮表示 谢霆锋和王菲 竟然分手半年了 Oh my god 这事让大家很是惊讶 他们为啥分手了 于稷表示 他们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王菲出轨了 王菲和自个儿的助理好上了 他俩关系很密切 一起出书入入 成双入对的 小编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谢霆锋 当年在薇雅的直播间表示 最不能容忍的事 就是出轨 当时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现在赶脚 ZEE都能对上了 也就是说 娱乐猪皮说的应该是真的 娱乐猪皮还说 张柏芝第3个孩子的爸爸 也是谢霆锋 而且在今年9月 谢霆锋还要和张柏芝 复婚 哈哈问题来了 娱记猪皮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个很难判断了 前阵子猪皮说 谷天磊和贝贝结婚的事 反正最后看不是真的 不过谢霆锋王菲跟张柏芝的事 比较复杂了 至于娱乐猪皮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个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 大家还是等着慢慢吃瓜吧 最后小编问大家 你对于谢霆锋张柏芝王菲咋看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点赞留言 告诉小编哦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资讯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